他终其一生 怀揣报仇夙愿 就为何无法实现 在推举刘备称王的120名臣僚中 他为何赫然排在第一位 三国名将马超之 寂寞将星 三十六岁的马超 在铜冠大战中一百失守 被草草击溃 从此离开了他在关中平原上的家乡 开始了在异乡颠沛流离的后半生 纵管马超十一年的后半生 主题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报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身负续海深仇的马超 究竟经受了哪些艰难和挫折 这位叱咋风云的三国名将 最终在蜀汉度过了 怎样的寂寞余生呢 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 做客百家讲探 为您讲述三国名将 马超下起寂寞将星 通关取胜以后 曹操回到 许多就开始大开杀箭 对马超的老父亲马腾 以及马腾的家庭 和其他的马氏家族的成员 那么史书上 对此的记载呢 是只有八个字 猪 魏魏 马腾 一 三族 八个字 就是猪杀 单身魏魏的 马腾 猪杀了多少呢 三个字 一 三族 猪灭了他的三族 三族 多少人呢 多少条人民呢 在中国古代 猪灭三族 是 最无 惨无人道 最 严厉的刑罚 他所针对的罪行 是封建王朝认为的 罪不能容忍的 大逆不道 实际上就是谋反 猪灭三族 后世嘛 形象的称为满门朝代 但是 那个时候呢 法律上的专用名词 三 三族 这三族呢 在各个朝代 各个时期 各个王朝 含义不是太一致 在我们东汉三国 三族 指哪三族呢 具体来说 就是 这三族 罪犯的 父母 一族 二 妻子儿女 二族 三 同胞兄弟姐妹 同胞兄弟 就是同以母亲所生的 兄弟姐妹 如果严格说起来 这三类亲属 是诛杀的范为之 那么 如果按照严格的界定 这三族究竟有多少人呢 我们可以大略的算一算 罪犯的父母 就是他的老父亲 老爸 再加上老爸的 大老婆 小老婆 加起来 十个人吧 啊 老爸一人 娶一个大妈 然后还有八个小妈 那足够了吧 十个人 对吧 然后 罪犯本人的 妻子儿女 那么 加起来 五十个人 狗 然后同胞 一母同胞 所生的兄弟姐妹 十个人 所以加起来七十个人 我们再放宽一点尺度 八十个人 三组八十个人 但是曹操杀了马操 他们多少人 马操自己后来 马操临终前 要临死前 给刘备上了一个咒诈 说是 臣 门中二百余口 为 孟德 所诸略尽 二百多口子 被曹梦德 几乎杀光 那么从马操 自己说的话里边 操杀杀的就不是 他们小家 不是满门操展了 是满足着操展了 如果从我们刚才计算的话 算了人数来说的话 我们说最多八十个人 砍八十个脑袋 但最后他砍了二百多个脑袋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曹操 在杀马 曹家 这个马家人的时候 完全不按规矩来了 按规矩来的话 他只能说 灭门 他不能灭人家的钟 这个曹操 现今学者 有一个评语 很俏皮 叫做 可爱的坚修 但是 请注意 曹操有的时候 确实可爱 但是我说 他是小可爱 怎么 就是与他的亲人 一起 把酒言欢的时候 可能可爱 他可能对酒当歌的时候 可能可爱 但是这些人 我认为这个是小可爱 什么是大可爱 就是在涉及到人性的最基本的准则上面 如果你能够 征寻人性 有人性 你是大可爱 什么是人性的基本准则 就是尊重生命 不光是你自己的生命 而且是他人的生命 如果在尊重他人的生命上面 你没有做到 你只能算小可爱 他大可恶 曹操我认为是大可恶 为什么 他的老爸 当初 在徐州的地界上 被徐州的军政长官的下属 谋财害命 曹操行命报仇 你报仇 冤有头 债有主 你谁杀了你的老爸 你杀谁 他杀了哪些人 他把徐州五个县地界之内 完全与这个事情毫不相干的老百姓杀光 连他们的鸡 他们的狗杀了 杀在这五个地界之内 见不到人烟 清不到鸡鸣狗肺 杀人 是在那个四水河 旁边杀大概 一杀了以后 就登到河里边去 甚至是杀都杀 杀不赢了以后 直接推到河里边去 淹死 那么上万的尸体 把这个四水河 堵起来 在史书上写的是水为之不流 这是三国历史上的 最残无人道 最没有人性 属于受性大发的大可恶 没有一点点可爱的影子 那么现今 他欠下了马超这么大一笔命战 你说马超怎么办 杀得他只有 这么只剩了 他后代说只剩了他 还有他的堂弟 他除了报仇 他还能怎么样 所以他后半部的人生 后半辈子 十一年 主题词 两个字 报仇 马超决心要为亲人报仇 向曹操讨还血战 于是率领残部 奔往位于甘肃东部的梁州济县 准备养精蓄锐 以图东山再起 那么马超为什么选择 逃到梁州济县 在这里 他又会遭遇怎样的磨难呢 那么大可仇怎么报呢 具体来说起来 他的报仇是两部曲 不是三部曲 两部曲 其中第一部曲 上演的地方是梁州和汉州 我们来看 他这一部作品 究竟是什么样一部作品呢 话说 马超同关战败 率领残部 奔向 熄灭了梁州 一直到了梁州的有一个县 叫做济县 才停了下来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停了下来呢 三个原因 第一 他不是要报仇吗 报仇现在 目前最紧要的是保存自己 因为逃到可能追杀 要斩尽杀绝 那么他只有逃到一个生存空间比较大的地方 才有生存的可能性 而梁州当时是一个地域很比较广大的省 特别是它的地形狭长 梁州就是包括现今的甘肃省和宁夏自治区 它这个河西走廊这一带很狭长 所以它周全力余地大 你再打我再往西面跑 所以这是第一点 在梁州的生存空间大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梁州这个季县 是当时梁州的中心城市 这个地方就是现今的甘肃省的天水市 既然是中心城市 有行政资源 有经济资源 所以占领了这个地方 就拥有这些资源 那么报仇就有一定的资本了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比较隐秘 一般恐怕不大看得到 就是梁州季县这一带 是当时是相组聚聚的地方 我们说马超的祖母 是出自哪 出自枪组 他本人就有四分之一的枪组血统 所以他到了季县 容易得到当地枪组武装力量的拥护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他就到了梁州 那么他一到梁州的季县 果不其然 在当地的支持之下 很快就攻占了季县 并且抓住了当时梁州的军政长官 叫做维康 抓住维康以后 他的处置就有欠妥当 他抓住了以后 很快就把维康杀了 杀了以后 表面形势一片大好 肿下了后患 那么维康的忠诚的下属一批 就暗中在一起策划 要捣马 要把他推翻 其中骨干人物叫做杨复 杨复后来成为曹操的 曹魏政权的一个成了 杨复就和他的一个表哥 叫江旭一起密盟 密盟了以后 江旭最先在季县外边 南边举兵反抗马 马超打出七号 倒马七号 马超当然就率领军队 他认为江旭力量不大 率领的军队也不是太多 所以就出去要去剿灭江旭 但是他一出城不远 杨复他们就在后面控制了季县的全城 关闭城门 坚决不让马超回城 这一下马超就处于扶贝受敌了 前面有江旭 后面就回不去 所以眼看在梁州的季县站不住 马超怎么办了 只好往东南面的汉中郡跑了 这真是呢 自己都还没有实现报仇的愿望 反倒比别人先报了仇 这是茫茫大帝 但是他为什么往东南面的汉中跑呢 原因 也是汉中具备两条 能够帮助他实现报仇愿望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 汉中郡和他早有关系 这个下面我们还要说 马上就要说 第二一点呢 汉中军也有一定的实力 我说不是最强劲的实力 有一定的实力 而汉中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不止一次 提到这个战略也要低了 那他是在北面青林 南面的巴山中间 一个汉水流域的一个冲击性平约 那这个地方呢 人口比较多 物产也相当丰富 东汉末年呢 传播道教的原始形态的一支的 叫五斗米道 在道教首领 张鲁 他是最高的领袖 他雄居汉中将近三十年 很有根基 所以这两个条件 一个和马朝早有关系 第二个呢 他有一定的实力 此前同关战败以后 马朝 他的 小舅子 就投奔了 汉中的张鲁 首先就最早就打上了关系 后来他马朝进攻济县的时候 这个张鲁还曾经派遣他的大将 叫杨昂来支援马朝 所以早就有关系了 所以马朝决定投奔 张鲁去了 到了汉中以后 张鲁最初对马朝很好 安排他官职 还一度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收他为女婿 但是马朝向张鲁提出借用兵马 打回梁州去 与这个要求以后 张鲁的态度就变了 这个也是秦里的自然 张鲁会想 我还以为你跑到这来 是忠心耿耿就到此 就从此在这 死先他必为我效劳了 结果你到我这来借钱来了 借兵来了 借钱吧 还好借 借兵 那不是更不容易借吗 是跟兵比钱重要 有兵就有钱了 那个时候 你还是想从我这借钱去翻本 你这个要求我爱难答应 但是后代也确不过马朝这个面子了 就勉勉强强 不给他一只不太起眼的兵马 不会把他的金兵 不很大一只金兵给你 一回梁州一打 一打当然就打败 打败回来以后 在汉中 这张鲁的脸色就更不好看 你借钱去翻本 回来以后我本钱也没有了 你能不能报仇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这我借的钱也还不了了 你用什么还了 相当于借我的兵 审兵设计这样以后 你用什么还 好 这样在马朝就在 汉中就在不住 他看出一个空子 然后就跑到 与汉中接壤的西边的一个郡 叫五都郡去了 脱离张鲁标志着马朝报仇努力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企图依靠自身力量来实现愿望 就此宣告结束 正所谓背靠大树好成梁 马朝开始了复仇的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借力打力 那么马朝逃往西面的五都郡 会去投奔谁呢 那么脱离张鲁标志马朝的报仇 二部曲的第一部阅章宣告结束 这个阅章 他的主题是 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报仇 但是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 现在马朝几乎搞成了光根司令了 那么所以他要跑到五都去 干什么呢 原因他是想找一条复仇的新出路 这个新出路就是他要演奏的第二阅章 第二阅章主要就是 要找一个能够帮他报仇的人来替他报仇 具体来说 具体来说就是要找一个力量上能够与曹操抗衡 但是在政治上又是曹操的死对头的这么一个人 去投奔他 如果投奔他 他打曹操就相当于帮我马朝打曹操 他如果能够消灭曹操 相当于帮我马朝报了仇 逻辑很清楚 而且这个人他在汉中已经打听到 此人是谁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备 所以他决定去投奔刘备 但是在汉中如果是投奔刘备的话 他要通过边境封锁线很困难 因为刘备过来的时候 进入益州就是要去抵御张鲁克 那双方那是敌对的 所以这个边界线的话不容易过去 不容易过去怎么办呢 又是扰道迂回 曲线达到目的 好 所以他就先从汉中到西边的五都 从五都跟南边的益州是相邻的 所以从五都过去那就畅通无主 所以马朝的意图就是这个 所以他一到五都 他就给刘备写了一封 前去要准备投靠 这个要信函 刘备得到这个信息以后 反应是两个字 大喜 大喜过旺 为什么大喜呢 因为马朝是正式受到中汉朝廷任命的官职的 还封锁的 而且在三国时代那也是文明的人物 现今主动来投奔 说明什么 说明我政治上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而且收取了天下人之心 所以主动来投奔 又不是我抢迫他来的 是他自己来投奔 这个政治上面有宣传的价值 再说 从今日上 他刚演一下刘备正在围攻成都 还没打下来 围攻成都时间很长 因为成都兵精良主 那么马朝来了以后 对成都城里边的刘长守军 是一个心理上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且自己也夺了一个什么冲锋县阵的好手 那马朝打仗 那本领那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从军事上来说价值也很大 所以刘备就赶紧派了一个得力的干员叫做李辉 就到武渡训去 去专程去迎接马朝 马朝一到了成都 就给刘备献了一个见面礼 什么见面礼呢 就他到了成都 还没到达的时候 刘备就做了安排 就请他在成都的城北郊 暂时停留下来 然后跟他配备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然后请他到成都的城下 向城里边喊话 就说我 马朝来也 好 城里边一听 刘备已经不好对付了 刘备手下的一批精兵强将都不好对付了 现金把曹操都打得 曹孟德打得差一点 命上黄瓜的 马朝又来了 有人在马朝 就是说是他不是冒牌 马朝 这一批城里边心里边打击很大 震慑力很大 加上刘备那个时候 因为城里边打了很久 他也不想再打 让老百姓受苦 于是他就决定投降 所以史书上说了是八个字 城中正部 张记棄手 也就是城里边一下 非常是震动恐怖 于是刘备马上就磕头投降 其实马朝的到来 是压垮刘夹刘夹的最后一阵道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刘夹的投降 是在马朝来了之后 而且来了以后 在城下喊话以后 马上就投降 所以总是算马朝在见面里了 那么这一年 马朝39岁来到了益州 正式成为刘备手下的成了 那么他的报仇 复仇的第二乐章 又怎么演奏了 三年之后 本来了第一个机会 建元19年的三年以后 就建元22年 217年 刘备准备出兵 进攻汉中了 这个时候 益州已经在自己手上 准备收拾北边 去拿下汉中 但是这个时候的汉中 已经变了天了 已经变成曹操的了 张鲁已经投降了曹操 所以汉中已经在曹操的控制之下 那么对付曹操 当然就不想对付张鲁 那么容易 所以刘备在出动主力军团之前 建元22年 就派遣了一支先前部队 现在部队做什么呢 先去攻占汉中军 西边的五都军 攻占了以后 从而对主力军团 攻去汉中 马超做有力的侧应和保护 当然要打五都军 马超你肯定要去 肯定该去 你三年前就从五都过来的 你那边又有人们的关系 又有地理又熟 所以马超肯定是首选将领之一 马超肯定 马超的心里边也愿意去 因为这是为实实在在的报仇 实际行动 还有一些去 连马超一共四位将领 所以一去我肯定给草草老贼一个好看 要给刘备一个好好的献力 但是哪知道 他的信心满满 最后变成了泡影 玄机在哪里 玄机总结起来一句话 最新军事情报没有摸准 为什么我们有摸准呢 因为他所掌握的情报 是三年前的情况 但这个五都军两年前就变了天了 两年前 曹操的大军 出动大军进入河西走廊 清少 反叛势力 他亲自带领 一支金锐部队 南下五都军 对五都军曾经支持过马超的 抵竹 这个五都军是抵竹聚集地 所以对支持马超的抵竹武装力量 实行彻底地毯式的清剿 抵竹首领窦墨 上万人的精兵 必杀得完全不留 战草主恩 所以马超的人面关系就没有了 因此马超他带领那三河同伴 带领队伍进入五都军以后 他的感觉气氛是一片冰冷 没有人支持他 不仅没有人支持他 而且驻扎在附近的朝卫的大将 曹洪曹修 还依靠强大的后援 充足的储备 不断向他们发起进攻 因为他们是一支非主力军队 所以在这个不断的进攻之下 这哪怕是马超张飞 骁勇善战 但是奋力抵抗以后 还是没有改变局势 最后没有拿下五都 而在第二一年 就是建南二十三年的三月份 就以失败撤回成都了 五都指战 马超的满西愿望没实现 反而造成了吴兰雷同两元将领的阵亡 马超自然十分失落与惭愧 于是寻找机会弥补过失 成为他此时最大的夙愿 一年之后 这样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在这一年 刘备率领主力军团一举拿下了汉中 蜀汉势力得到进步扩大 推举刘备担任汉中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而在要求刘备担任汉中王的奏章中 马超竟然排在诸葛亮 关羽等一百二十位文臣武将之前赫然位列第一位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之后的时光中 马超的盗筹愿望 又发生了哪些不可预知的变数呢 建在二十四年公元二十九年的秋天 七月份 以马超为首的一百二十名蜀汉成了 联合上了一封咒章 奏章上奏给谁 上奏给东汉朝廷 我们要准备推举刘公 刘左将军当汉中王 大家想起来 这个东西是有点诡异 东汉朝廷章是曹操控制之下 它是远在许多 你刘备要成王 明明是跟曹操作队 你这个奏章能不能送过边境 就是送过边境 曹操会不会看 能不能读给汉闲听 肯定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只要有这么一个程序做了 我们就算是报告你东汉朝廷知道了 这一步程序就走到了 所以这个上奏虽然是上奏给东汉朝廷 实际上不需要 你东汉朝廷收不收得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个120名成了的上奏的奏章 原文都记载在三个字当中 一字不难 而且带头 敏显的就是马朝 带头列出名字了 十一位 马朝 除了马朝下面还有十位 马朝 许静 庞熙 舍元 诸葛亮 关羽 张飞 黄忠 赖公 发证 还有一位 李言 一共是十一位 为什么 这一封奏章 敏显的 是马朝 而不是 孔明 或者是关公呢 我的回答呢 两个 主要的理由是两条 第一 是他身份特殊 他什么身份特殊 因为他是 东汉朝廷正式任命过 比较高级的官职的 徐州刺史 而且封了都庭侯 那都是这次东汉朝廷给他的 正儿八经的官职 来自于东汉朝廷 另一个 他恰恰就是因为他不是刘备的底细 他又有名 又有东汉朝廷封的官职 那么以他为领衔 这个奏章要是传出去了以后 就可以避免别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呢 哦 你刘备要当汉东王 如果你列明 头一位是诸葛亮 关羽 张飞 别人说 哦 你就靠你铁身 带出来的 来一把自己的伙伴 给你当锤骨手 当托 这个 说起来就不好听 马超就不一样 马超不是他的底细 而且是原来的东汉朝廷官员 这个表明 我的勇付者 分布的戒笔 或者分布的面 很广嘛 而且领头的还不是我的 这些小兄弟们 这些最得力的干 这个干将们 秦戏们 可以免除这一点 另外 我们说第二位是谁 第二位是许晋 许晋虽然是文臣 但是情况跟马超一样 他曾经此前当过东汉朝廷的官员 所以把诸葛亮蓄居第五 这是理由之一 要说出去以后 要官免唐华 各方面代表性都比较广 第二个理由 据我看来 很可能 这一个 你就是向东汉朝廷上斗 这个创意 最先搞不好 创意者就是马超 因为这种情况 总要有人出来带头 当时马超就在看中前线 周国梁还在后面 还在远在成都 在前一线打下了大神 他其实这个创意 完全是情理当中的 因为他最希望 最希望留给当官 当官 所以 一个有需求 一个 马超 有创意 既然你创意 当然你就领先 本来你的身份就特殊 你又是有特别的创意 你有特别的身份 两个特别 谁让你领先 最合适 所以这样子 这就 就出屋了 回国大人说 马超 马超虽然是做出了种种的努力 但是最后 他向曹操讨换血债的努力 还是落空了 为什么落空呢 老天爷不遂人愿了 就在向刘备劝劲 刘备光荣当上汉宗王 六个月以后 建安二十五年 正月前 曹操 亲自把大军从汉宗撤出去 撤过去 然后经过关中 然后到了洛阳以后 死了 挂了 仇人死了 那你向谁逃血债呢 当事人不在了 当事人如果在 你还有 到时候虽然没有成功 我还继续要做努力 还有实实在在的努力 我还有希望在 可是当事人完全不在了 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你没法当面向他讨还血债了 这里在没法算了 没法清算了 那就完全是空空落落的寂寞 所以马超明白 他的余生只能在寂寞当中度过了 张武二年 就是公元的222年 47岁的马超 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 林中年 给刘备写了一份咒书 咒书很短 就这么几句话 城门中 二百余口 唯梦得所诸略尽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唯有重地马战 身陀陛下 于无所言 我死了以后只有唐靖 二百多口人 杀得来自身 现在我死了只有马战 就托付给背下 好好关照他 其他没有什么多的话 那么没有多的话 在我看来 他不是没有话说 而是不想说 他一肚皮话 从何说起 当初因为看错了 何作对象 所以命运发生了大逆转 他用后半身 全部精力去报仇 最后报仇 还没实现 愿望还没实现 你叫他说什么 没法说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马朝情况来看 对我们启示 就是说 人一生 虽然生命虽然看起来漫长 但是最关键的 决定你命运的 也就是那么一步两步 所以对这一步两步 那真是要好好的把握 下一集 要讲蜀汉的另一位 鼎鼎大名的名将 赵云 赵子龙 谢谢大家